2017年 一个男人站在内蒙古纳曼沙漠中 眺望远方 他的身后竟是一片风疏的水道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心生疑惑 沙漠里怎么会长出水道来呢 这个男人叫做腾飞 曾经的他 当过北漂 开过饭店 面对过债台高筑 也经历过山海沉浮 当地没有人愿意在沙漠中停留 年轻人都纷纷出去打工 只留下孩子和老人相依为命 满眼的黄沙和肆虐的大风 让本就恶劣的环境更加凶险 可腾飞的到来 却让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带着大家走向了全新的生活 他在这里扎根数年 带领着自己的团队 在沙漠中开垦出了五千亩的稻田 并研制出了沙米 甚至有人对这件事情评价到 圆龙瓶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彭飞则是解决了沙漠种植水道的世界性难题 他不是圆龙瓶 他传承了圆龙瓶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 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 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 读懂中国故事 舒起腾飞 他身边的朋友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说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这个人只要想做什么事 就一分钟也不会犹豫 没有他不敢做的事 也没有他做不成的事 2010年4月14号 五国青海玉树 发生了7.1级大地震 电视上到处播放着灾区的情况 让无数中国人落泪担忧 腾飞也是其中之一 看到电视上的画面 腾飞一分钟都坐不住了 他叫着几个兄弟 带着价值300万元的救援物资 之后立刻驱车前往玉树 在地震灾区 腾飞和兄弟们待了整整六天六夜 他们化身志愿者 帮助救灾部分分担重担 累到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可也就是在这里 腾飞看着身边被救援的人们 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要只为自己而活 他要去做更值得拼搏的事情 从那之后 腾飞开始奔走于公义 为慈善到处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也就是在公义路上 他偶然遇到了一个 接触沙漠的机会 那是2013年的一次慈善聚会 腾飞在讲台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鼓励大家在生活中不要丧气 敢拼敢做 自己强大后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走向讲台 一个女士拦住了腾飞的去路 并邀请她去沙漠种水稻 一开始腾飞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荒无人烟的沙漠没有水 怎么能长出粮食来呢 女士健壮立马展示了一张 沙漠水稻田的图片 然后详细地介绍耐旱水稻 腾飞看完后就有了试一试的心思 腾飞开车整整八小时后 才到达目的地 刚下车 腾飞就成了这里的焦点 他的汽车在村里十分抢眼 他的衬衣和米白色马甲 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所在的地方 正是一个重点贫困村 西博图村 这里到处都是望不到边的沙漠 阳光的暴晒将空气烘烤得 没有半点水分 听村里的老人说 狂风刮起来就没有头 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 留下的都是不能劳作的老人和小孩 听到腾飞是要来这里种水稻的 老人们都不敢相信 因为他们活了这么久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不切实际的话 沙漠里面种水稻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听到老人们的话 腾飞也向自己是不是在痴人说梦 自己过来的这趟虽说是来考察 但其实自己的心里也没有底儿 可谓了没有白来 他还是在沙漠上转了一圈 突然腾飞发现 这沙漠并不是没有生机可言 沙漠当中有一处非常耀眼的绿色 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目光 那是沙漠中非常罕见的灵星植被 也没有被污染过 是非常纯净的原始资源 这说明沙漠下有水 可见在沙漠上种水稻的方案也是可行的 如果自己能够成功 一定会是不同反响的科研成果 并且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可自己虽然理论支撑 但是在种地种庄稼面前 腾飞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 仅凭他自己也不可能征服这眼前的沙漠 那他要如何去实现自己内心的理想呢 这时他想到了陪自己去过玉树的兄弟们 腾飞打给了朋友李少华 他将这里的实际情况告诉了李少华 并把眼前的局势分析给他听 他说我们用沙漠这种最原始的方式 种植耐旱水稻 听起来十分可笑 但如果我们做成的话 不仅可以让沙漠变成耕地 更能让无污染又健康的大迷 出现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 这是为大家造福 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事情 这一番话打动了李少华 他为腾飞心中的大爱情怀 而深深地感动 一个电话的功夫 他就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腾飞的团队之中 两人牵头组建了一个近50人的团队 是要把这里就地换心严 因为腾飞向当地的政府提出 签土地流转合同时 一开始表明自己先承包300亩沙漠 可是和当地领导协商过后 腾飞硬是把300亩提高到了500亩 并且把每一步计划都详细地写进合同 这让政府看到了他的决心 什么时候种植农作物 什么时候能将沙漠变为土地 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成效 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让腾飞和他的团队备感压力 时刻都不敢放松 而除了这些压力之外 客观现实中的种种问题 也让腾飞焦头烂额 因为沙漠里的狂风 使得在沙漠中培养殃苗十分困难 因为害怕培育大棚被刮走 一群大老爷们儿只能压在大棚上 死死地抓牢身边的固定物 他们吃住都在沙漠中 一个不到50平的板房里面 住着47个人 住宿条件可见一般 昼夜的极大温差和水分的消耗 经济条件的紧张和技术上遇到的平静 都是腾飞团队一步步面临的挑战 可他们丝毫不惧怕 每天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为理想而战 为了推平沙丘 腾飞团队发明了激光土地精平机 为了获取水源 腾飞团队发明了拱形防蒸发薄膜支架 为了将沙漠水道推行下去 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跨过了许多弯路 制造了新兴的发明 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将500亩的第一批实验水道培育成功 这一举动不仅给了腾飞巨大的信心 证明他的空想变为了现实 更让当地的村民、政府 以及更多的人看到了沙漠的无限可能 有人甚至愿意投资3亿元 让腾飞继续研究沙漠水道 沙漠水道的成功 让周围村民的态度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开始腾飞承包土地时 因为和政府签了合同 村民们的土地就流转给了腾飞 可大伙根本不相信所谓的沙漠水道 甚至根本不愿意配合 他们看到腾飞要推平沙丘 跑到工地上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还有人用不支持不相信的态度 带着大家坐到工地上集体抗议 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 腾飞邀请大伙来基地上班 还为他们解决吃饭问题 除此之外 还为大家开出每月三千元的工资 这大大鼓励了村民们的积极性 毕竟之前村里的平均收入 一年才三千块钱 除了改善村民们的生活外 当地的经济也产生了质的飞跃 以前贫困的村落 现在居然成为著名的模范村 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多项专用资金 还有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 腾飞和他的团队为西伯图村 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让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满足的笑容 腾飞看着大家的微笑 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他要不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从五百亩到五千亩 从五千亩到无限大 第一期五百亩沙漠水稻的成功 只是一个开始 腾飞给沙漠水稻产出的大米 叫做沙米 沙米的背后是腾飞及其团队 不分众议的辛勤劳动 是自信成熟的科技支撑 更是突破一项项困难的专利和发明 当腾飞在土地中行走时 他时常会想起 自己刚来沙漠的时候 他走遍了每一个沙丘 用双手测量他们的高 宽 土方梁等 他是如此熟悉这片土地 又是如此热爱着这方厚土 如今奈曼沙漠已经改头换面了 从前一年最多下两场雨 现在可以下二十多场 从前一眼望去都是黄沙漫天 现在的村民房前乌后都种上了水稻 从前这里很少有动物出现 现在水鸟 花虫一片和谐之声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听闻家里这巨大的变化 都纷纷从外地赶回到家中 然后投入为家乡 为祖国的建设当中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沙漠还可以用来种植什么物种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